紐約市租金指導委員會星期二通過了一項初步投票 同意業主提高租金穩定公寓的租金 這類住房的租金帳幅受到限制 自在保護租戶的權益 對於紐約市數百萬的租戶來說 一年期租約的租金可能會上漲2%至4.5% 兩年期租約的租金可能會上漲4%至6.5% 最終投票將於6月17日進行 如果通過 意義中的租金上條將於10月1日生效 去年租金穩定公寓已經歷一次租金上漲 業主可以將一年期租約的租金提高3% 還可以將兩年期租約的第一年租金提高2.75% 第二年提高3.2% 影響紐約市近100萬套租金穩定公寓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